主席可不可以你協助一下我呢 究竟現在我用了三分鐘是用來講什麼的 我再重複 上一次大家有參加會議的 最後的時候那三分鐘呢 我再簡單提一提 就是對於37A是有不同的人的意見 所以我接受給三分鐘 剛才我在開會的起初有被打斷過 我曾經再講過 37A有人提出他們有不同的意見 我就准許了委員可以作三分鐘的他們的發言 發言之後呢我會作最後的回應 這個就是這樣處理了 多謝主席的協助 但是呢 剛才我以為呢 我們在閉門商議之前呢 我們是處理著三十九的嘛 那三十九呢 就有兩個選擇的嘛 據秘書剛才講 一個呢 就是終止待續 一個呢 就是將整個會議終止嘛 休會嘛 那麼 起碼你都要就著那裡 去邀請馮劍基議員 去真正研究 或者處理 然後才去回上次的37A 這樣才是合邏輯的 我想先請秘書講一講我的理解有沒有錯誤先 因為39一定是大於37A嘛 而剛才我們在閉門之前是39正在被處理 而似乎在閉門會議當中呢 就是 馮劍基議員呢 都是需要做一個決定的嘛 好像是這樣 是嗎 秘書 你繼續講 不是 我想知道 我可能 就是可能我 可能我現在混亂了 因為我轉數低 那我就想知道我剛才的理解是對還是不對 那我才知道 知所 就是知道我立足點是什麼 我才可以講話 主席 就是因為這個是有會議紀錄的嘛 那不能夠我完全講話是沒有理路邏輯的 那所以秘書可不可以先講講協助一下我 是不是這樣先 也都協助一下主席 你如果每一位做一個發言都在這裡再問問題呢 我相信我是沒有辦法解答 我只能夠呢 是給你利用好三分鐘 現在你繼續進行就可以了 不是 主席 不可以這樣的 因為 如果理論上 邏輯上是要做39先呢 那你就浪費了我這三分鐘 因為你現在是39 那39是有事要做的嘛 逢劍機員舉了手 他是處理著他 那議會呢 只能夠同一時間處理一件事的 就是當然主席可能你轉數高 或者可以呢 是同時做好多的功能 那但是呢 議會始終不可以這樣的嘛 那你現在究竟處理著39 還是37A 我就認為你是一直處理著39 怎麼突然間轉台變成37A呢 所以我就認為這個真是虧程問題來的主席 切頭切尾 就是現在我們是討論39 是由 馮劍機議員原先提出 就終止代續 但是主席呢 透過秘書 就似乎說給馮議員聽 你似乎提議休會呢 就可以 給我們每人三分鐘說 但是終止代續就不行 那現在那個仍然是原案來的嘛 那怎麼突然間叫我去就37A發言呢 就是這個是我的疑問來的 好 發言完畢了 不是我還有幾分鐘 給秘書答一答 還有十分十秒鐘 我都講過了 這個是給你們發言的時間 我們就沒有安排一個回答的問題的 請你盡量你的發言 沒有了 沒有了 好